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回顾一下19年4月份在Burlington、Arkville和汉密尔顿这三个地区的市场整个情况 那今天5月6号呢 多伦多地产局也是最新发布了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市场回暖的强烈信息 我现在就在办公室前面这个电脑呢 给大家读一下 整个市场销售量呢 多伦多地产局的数据表明呢 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8% 价格呢 是增长了同期增长了1.9% 这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市场复苏的利好的消息 那么前两天呢 这个汉密尔顿和Burlington地产局的这个数据 也表明呢 我把这个拿出来 也是非常好的消息 整个同期的数据呢 是比去年呢 增长了 销售量增长了6.3% 那么呢 我们呢 还是和以前一样呢 回到每个市场呢 具体从价格销售量和在市场上的库存 三个方面呢 对三个市场分别回顾一下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Alcview这个市场 Alcview市场呢 销售量呢 更是非常的惊人 4月份呢 比去年的销售量呢 增长了21% 非常惊人的这个增长 平均价格呢 是比去年稍稍同期的有所下降 是2%的这个样子 在市场上的平均时间呢 是25天 比去年同期的26天呢 降低了一天 证明这个Property呢 房地产在市场上卖的时间缩短了 但是同时还要注意到呢 在市场上的这个Listing啊 就是上市的房屋的同期要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很多 今年这段时期呢 945个房屋同期上市 去年这个时候呢 就是1007状房屋上市 这证明了什么呢 就是市场上上市的时间 时间短了 房屋上市的这个数量少了 这会引起呢 以后呢 市场呢 更是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 那么呢 我们再接着看一下 Birdington这个市场的状况 Birdington市场呢 19年呢 比18年同期的销量 增长了12% 也是非常惊人的增长 那么在市场上的这个Inventory呢 这个存货呢 是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1% 基本的价格呢 平均价格呢 所有房地产房屋类型 基本价格呢 是75万 去年同期呢 是72万7 增长了4% 那么在市场上的这个平均时间呢 基本上持平 今年同期呢 是25 去年呢 是23天 接着我们看哈密尔顿 哈密尔顿呢 销售量呢 去年呢 今年比去年同期呢 增长了5% 价格呢 是比去年同期呢 增长了3% 所有房屋平均价格呢 是52万8 目前 去年同期呢 51万2 在市场上的这个时间呢 是降低了0.9% 现在呢 是在市场上24天 25天可以卖掉 去年是将近26天的样子 所以呢 我们现在回顾了整个市场情况 有些朋友呢 可能感兴趣呢 在Burlington和哈密尔顿地区呢 不同房屋类型的平均价格 我们也回顾一下 在Burlington呢 这个独立屋的平均价格呢 现在是94万 去年同期是94万3 稍稍有所下降 Semi Townhome Rural和Link 就是所有的镇屋类型呢 属于共管镇屋和独立镇屋呢 平均价格呢 Burlington 今年 现在这个时期的价格是57万3 去年同期呢 是54万9 我们看到镇屋呢 有这个比较显著的增长 Condo呢 就是公寓楼呢 现在的平均价格是48万9 去年同期呢 是43万2 有这个将近5600多块钱的增长 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这个增长 哈密尔顿地区呢 独立屋呢 现在价格是57万5 去年同期呢 是56万3 所有的这个 共管 就是共管镇屋 独立镇屋的平均价格呢 是47万4 去年同期呢 是44万8 也是有着这个3万 3万 不到3万左右的增长 非常厉害 19年呢 这个 现在呢 平均的公寓楼在哈密尔顿是35万块钱 去年同期呢 只是30万 有了这个 这个涨的更厉害 涨了5万块钱 所以呢 从这个 虽然房屋价钱总体都有增长 但是我们看到呢 在哈密尔顿地区呢 Town home 镇屋呢 和公寓楼呢 涨幅是最厉害的 这个独立屋呢 也有所增长 但是呢 涨的没有那个 涨幅厉害 在Burlington的独立屋 其实是比去年同期呢 稍微有所下降 主要的增长呢 表现在镇屋和这个公寓楼方面 OK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结束了 19年4月份 整个西区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回顾 如果您在某个地区呢 对某个地区的房地产呢 有具体的问题 或者希望买卖自己的房屋的话 请跟我联系 我的电话是905-399-7128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查找 按照我的手机号码 905-399-7128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号是 西区地产经济 轮栏 谢谢您这次收看 我们下个月见 拜拜